手腕有痛 其實很常見 因為我們日常都用很多手腕去活動 包括你寫字、洗澡、洗頭 各樣都用很多手腕的動作 很多人都有手腕痛 但為什麼會這麼容易手腕痛呢? 因為我們的手腕結構很複雜 我們的手腕是有15個骨頭、24條根腱 有約摩、有28個關子 兩條主要神經線、兩條主要血管組成 所以偶爾一個地方有問題 都可以做成痛楚 除了有手腕痛 很多時候病人都會覺得手腕會緊 會動不好 甚至動的時候會有啪啪聲 啪啪聲會痛 或者撐不了、受不了力 甚至手指會有麻痺的情況出現 常有的手腕痛 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個是急性痛、一個是慢性的情況 急性可能你跌倒 或者受到撞擊、有骨折、印帶撕裂 慢性的痛楚 可能在我們長期時間 用一些太勞損的情況 或者是根腱、印帶附近 例如有什麼人 容易有長期的勞損的情況 例如經常打指 或者是一些公眾 經常要扭動手腕 經常用士巴勒 經常要用手腕的力量去撐 當然 有些運動都很常見 例如打網球、瑜伽、舉重 或者是打保齡球 這些經常要扭動手腕動作 都很容易有手腕問題 手腕的問題 其實剛才說了 因為有很多關節 很多根腱組織組成 所以有問題的情況 可以超過100種都有 如果我們的手腕有一個 重複勞損的情況 你就要留意你們的姿勢 是不是不正確 是不是太長時間 要用到手腕的力量 你就要在中間 有一個休息的時間給自己 平時要做多拉筋的動作 鍛鍊手腕的肌力 都可以預防有機會手腕勞損 今天